曾經有朋友問及我耳鳴有沒有偏方呢? 我找了我手上的醫書真的找不到 上網也當時找不到 但真的有時要機緣巧合 最近又有人再問 我心不懂就上網再找 竟然讓我找到一個耳鳴的偏方 但這個偏方我並沒有朋友試過 我看過它用的料很簡單 所以我在這裡上傳 這位朋友問及 如果你試過後有什麼反應 希望你留言告訴我 這個方是一位營養師提及的 他叫做李毅明 文中說他終於認為 腎開竅於耳 與耳有相關的 如果你已經過了半百 腎開竅的時候 腎功能自然是差了 如果你中年之後有耳鳴 首先要考慮 是不是你的腎開的耳鳴呢? 治療方向就要是保腎了 但是他說 其實五臟如果不是好 都會導致耳鳴的 不只是腎虛 在北京中醫醫學大學的耳鼻候科 去年發表了項統計 他分析了五百個病人的個案 結果發現 在耳鳴的病人之中 皮胃虛弱的佔了將近一半 然後才是乾火上升 佔了兩成 腎虛只是佔一成 其餘的是愛感病毒的原因 但是他說腎是先天之本 皮就是後天之本 兩者關係很密切 所以遇到耳鳴的時候 皮腎是一起補 這個效果更加好 他介紹的湯 叫做黃蒸粉葛合桃湯 這個湯用料當然是黃蒸 用15克 粉葛要300克 核桃15克 赤小豆15克 西絲骨1斤 陳皮6克 這裡所有的都是我們日常食用的材料 除了黃蒸 而黃蒸我也上傳過 是用它來控制血糖的 所以我就將這個上傳 希望這位朋友試過有幫助 因為材料是很簡單 只是一種黃蒸 是屬於藥材 做法就是把黃蒸粉葛 核桃尺小豆和陳皮 都是用清水洗乾淨 浸一個小時 西絲骨當然是要洗淨 斬細它然後出水 把所有材料和水 擠進鍋裡 放多少是很隨便的 水煮滾之後 用文火煮過半小時 就可以喝這個湯 加少許調味就可以了 他再介紹 黃蒸和核桃 都有保腦保神 利異效的作用 黃蒸的性質是較滋潤的 現時秋天 你吃它更加有滋潤的作用 加上健皮 黃蒸的粉葛 還有利水的赤小豆 大家平衡了 令到這個湯水 在春天夏天都適合飲用 而這個補腎的黃蒸合桃 和補皮的粉葛 一起配合 正是可以先天後天 一起補的湯水 所以這個湯 不只是補腎 還可以因此 使你的耳鳴是受到控制的 是適合任何人飲用的 特別是糖尿病患者 用作為副療的食用 也是很好 所以這個湯 希望大家試過之後 給我一點意見